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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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炸死了四人 另一边 身为五星级太基林酒店的主厨自发组织人员 营救转移顾客到隐蔽的贵宾酒吧避难 虽然不是万全 但也能让人侥幸一阵子 只希望军队比恐怖分子更先找到这里 一个重枪的亚裔女子重担急需医治 必须入院 不然很难信念 酒店的侍者阿尔琼自告奋勇 带着伤者从员工通道逃离 他们在员工通道里遇到了两个警察 也是谨慎的两个警察 亚裔女子擅自行动 也让自己付出惨重的代价 阿尔琼便带着警察逃到监控室 这里是纵观局势的最佳据点 可监控画面里却是让人揪心的一幕 恐怖分子已经来到贵宾酒吧门外 他们疯狂射击破门 两个警察不能坐视不管 绕到了恐怖分子身后 与他们激烈交火 恐怖分子受伤逃跑 警察也因伤不得不撤退 贵宾酒吧的人最终逃过一劫 这时恐怖分子接到了新的命令 要抓几个美国人做人质 大卫刚刚带保姆和宝宝走出房间探路 就被抓去做人质了 幸好保姆及时躲了起来 没有被发现 怀抱中的宝宝哭闹不止 令人十分揪心 他们能藏多久 受伤的恐怖分子被派来看守人质 给爸爸打了个电话 得知爸爸还没有从恐怖头目那里拿到钱 心中百感交集 倒在床上痛哭不止 可以看出 对组织的狂热信仰只是一方面 参与这次袭击 更多的是为了帮家庭摆脱贫穷 心智脆弱的他们 就这样被恐怖组织洗脑利用 在他们眼中 他们的所行皆是正义 对无辜者犯下的暴行 是在对压迫他们的异教徒发起圣战 他们心中只有荣耀 没有罪恶感 贵宾酒吧已经暴露在恐怖分子眼下 萨拉留下是等死 走出去可以赌一把 毕竟自己的家人还都在外面 六人小分队再次出发 结果令人心酸 萨拉被抓 其余人员被当场射杀 从黑夜到天明 酒店仍在恐怖分子的占据下 所有人都在静默 外界在等待好消息 幸存者在等待解救 宝宝在他的小世界里 独享安乐 阿尔琼在思念妻子 而恐怖分子 在等待最终的胜利 但是死亡气息的步伐 来得更加猛烈 恐怖头目下达了终极指示 军队已经到了梦买 他们的最后任务 就是放火烧掉整个酒店 贵宾酒吧里 众人开始对外界的援助感到渺茫 主厨打算带大家冒险 从逃生楼梯逃离 可这时 却有个蠢人连线媒体 卧生的地点 被媒体实时报道 恐怖头目 立即从新闻得到了消息 令人前往贵宾酒吧肃清 这边 看守人知的恐怖分子 也接到命令 杀光所有人知 萨拉亲眼目睹 丈夫被处决 已然陷入了绝望 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 以宋念经文 悼念王夫 并迎接死亡 恐怖分子也是穆斯林 听闻熟悉的宋念 顿时慌了阵脚 无法对自己信仰一致的同胞下手 艰难的挣扎之后 对空气开了几枪 便离开了 萨拉紧紧贴着丈夫 仍有余温的躯体 悲痛欲绝 这份伤痛 恐怕一生也难以磨平 这片刻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他不得不振作起来 寻找他的宝宝 此时 幸存者们与恐怖分子 也在进行最后的生命绝逐 军队特种部队已顺利到达 并展开行动 幸存者们陆续逃出 萨拉也从窗口获救 在空无一人的酒店内 恐怖分子和特种部队 展开最后的殊死活动 尽管已经穷途末路 但在不绝于耳的洗脑下 他们仍在坚持 高喊着一切荣耀献给真主 最后随着一声爆破巨响 归于沉寂 十名恐怖分子 九人击毙 一人活捉 共造成195人死亡 其中一半是留下保护客人的酒店员工 那次事件的亡者纪念碑 至今仍住立在太极林酒店的大门外 而生者的故事仍在继续 无数幸存者们与亲友相拥在一起 阿尔琼第一时间赶回妻子身边 吃着脚 向着光 自由真好 在危难中 他没有抛下任何一个客人 在自己的岗位 坚守到了最后 头巾是西克教徒的荣耀和勇气 他不愿摘下 事实证明他的自身就是荣耀和勇气 电影最后停在了他在与妻子和孩子深情相拥的美好一瞬 电影结束了 但从中看到了什么 却仍有确定 禁不住的去想 导演将这次惨绝人寰的伤痛 再一次展现给观众的意义是什么 是悼念亡者 是让我们憎恨凶手 还是说想告诉我们 贫穷使人惊涉的苦难可以迷裂人性 不妨回想一下影片的末尾 灾难过后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不是崩溃大哭 悲好或咒骂 而是亲友们紧紧相拥在一起 互诉平安 倾土爱意 我们看到的是 是虫剧的喜悦 是心与心的紧密相连 是洒满世间的爱 这是恐怖分子们 永远也无法妄想消灭的 人类因为爱而伟大和坚强 这是我们战胜他们的原因 这就是导演想要告诉我们的 没有一个镜头向我们展示王者的惨状 最终震撼我们的是 生者所饱含的爱 在整个邪击过程中 我们看到种种无私和爱意的举动 本能够逃走的主厨 重返地狱解救客人 虔诚的希克教徒 愿意为一个不安的老妇人 摘下头巾 不尊重女性的俄罗斯人 屡次为陌生女人挺身而出 吓到崩溃的保姆 至始至终 没有抛弃哭闹不止的婴儿 还有萨拉和阿尔琼 这只是电影所诉诸的冰山一角 那60小时里发生的 关于爱意的故事 60天也讲不完 与此同时 导演也平等地审视了 制造这次袭击的恐怖分子 没有为了引发观众憎恨的情绪 将恐怖分子刻画成 单纯的可憎面目 我们甚至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他们彼此之间以兄弟相称 有着虔诚的信仰 被酒店听堂的奢华震撼时 羡慕地称天堂也不过如此 为了家人摆脱贫困 甘愿只身坠入地狱 违背上级的命令 也不愿对穆斯林同胞开枪 他们都是有血有肉 本不该是恶魔 只因为饱受贫穷折磨 在恐怖头目的洗脑煽动下 世界观被扭曲 从而将踩在他们头上 过着富足生活的人视为恶 并采取极端的报复 每一个细节的无比真实 无一疏漏地还原了真实的过程 恐怖主义从来都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痛 虽不发生在你我身边 却紧密关系着你我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这样的惨剧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为身为人类 我们本能地对恐怖主义零容忍 自此我们向主厨团队致敬 他们以客户是上帝的信念 救出了无数鲜活的生命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就关注小豆豆说电影 咱们下期见 再见